罢站座位不肯走 大妈坐在高铁对号座上 不过这个位置不是他的 找来警察帮忙 说好听的是劝离 但实际上要赶人 没想到大妈抓狂 出手打人 你拿出来 你什么资格要赶票 叶车长要验票 你拿出来 你凭什么拿我的票 你干什么 这个位置被占去了 最无奈的莫过于买票旅客 买了对号座被站位了 旅客赶紧锁定列车长就对了 只好找列车长处理 假使一时找不到列车长 没关系 列车长会走过来 或者怎么样 反言相见 好了 如果列车不是对号座 而是这种站站停车的驱肩车 以下几种状况 你一定遭遇过 像这样上车了 人要坐 行李也要坐 可是整车旅客不是只有你一人 拿行李站位要劝说有难度 还有这种 整个人直接躺在座椅上 明明就能坐很多人 却因为这一躺 根本就是把列车 当你家客厅沙发 没有座位可以站 但就怕旅客在通道上卡位 害得准备下车的旅客 活像在下骑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他不起来的话呢 那只好找列车长 不然就另外一个门出去 你找列车长太慢了 你要下车的话 你就要找另外一个门 区间车没有对号座 要坐哪里端看旅客的功德心 如果碰上离谱 霸位旅客 不是好言相劝 就是找列车长强制介入 如果真的都没用 旅客恐怕得自求多福 记者彭志明在苗栗的采访不到 脱 紫 淈 佩